歡迎來到直人工廠 今天非常的簡單 就是要來幫我們的金發財做一個改裝 那各位知道發財號之前呢 是做了兩個木箱 木箱當然使用狀況上都還不錯 就是說今天如果真的應急 有人需要被載的時候呢 就有點麻煩 那我自己呢也有蠻多bush的這種系統工具箱 之前其實就有想要把它改在發財號上面 只是說因為它這個系統是快拆的 那我必須在發財號的後座呢 做一個底板可以扣它的快拆系統 那bush的系統工具箱我還有一點非常喜歡的是說 今天你把箱子疊上去之後 其實你要開蓋也是不影響的 像這個已經疊上去 我要把下面打開的話 它是不需要把箱子再拿起來 另外就是我帶各位看 其實它的容量是非常足夠的喔 最大型的呢 塞一頂安全帽是沒有問題的 而且塞完安全帽其實 還有一些空間 所以你在裡面的隔間啊 基本上你還是可以再放一些 緩衝防撞的護墊或什麼之類的 這種系統工具箱因為它可以互相疊 所以 你在上面呢還是有額外的空間 不會說因為你裡面放安全帽之後 就沒有空間來放其他的東西 所以我們這次是要利用抽屜型的工具箱來做改裝喔 因為它的底板啊 就剛剛好有我要的快拆系統 不然我自己要去摺板筋然後去抓這個孔位其實還蠻麻煩的 只是各位要注意喔 因為它有出現成三抽的抽屜型工具箱 我本來是想說我只需要用一層 那其他兩層呢 我可以沿用放在別的地方 但是呢 它有一個BUG 就是各位有沒有看到 這邊是有一個 紅色的按鈕 有紅色按鈕代表是有快拆系統的 它可以壓下去 然後把這一層 拿起來 可是呢 這一邊 它的另外兩抽是沒有做這個系統 但是我想說因為它是用卡扣的方式所以 我在按壓應該就能拆開了喔 但是 今天收到的時候呢 我用工具去印壓都沒有辦法 我讓它打開 所以呢 我用磨切機把這兩個點切掉了喔 實在是有點 心痛 原本呢 應該是要拿 這一層來做底板喔 因為它沒有 紅色的按鈕可以快拆當底板最適合不過了 這個部分呢 各位要非常的注意 如果你也想要進行改裝的話呢 建議它有賣單層的 你就去買 單層 沒有紅色按鈕的就可以了 當然我在購買之前只是 假設說這個底板可以套用在 進發財這台車的上面喔 所以 等一下我如果 插進去 哇 沒辦法進去的話呢 可能今天這支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那我要跟各位解釋一下金發財的後座其實蠻特別的 它的椅墊呢是可以先開的 所以後面會有一個這麼大的空間 今天呢 就要先測試這個底板 放在後面之後 椅墊放下來 會不會卡到 如果不會卡到的話呢 它就代表說我還可以載了 那看來 這個位置 剛好閃過 因為 我箱子拔起來之後呢 其實可以放到 前踏板這邊 各位也可以看到金發財的 前踏板真的是 非常的寬 縱使我箱子高度到這邊 也不會影響到它的 起承轉向 那現在我還要測試說 底板放下去了 但是 會不會影響到 後座的乘坐 各位其實可以看到 雖然說 這個地方 它有些微凸起來 但是在大腿的部分 我覺得是 沒有特別的不舒服 就是差不多剛剛好 而且 不影響扶手位置 我一樣 可以抓著 後扶手 既然剛剛我們測試 功能性都OK 現在就是要來看 怎麼修改直上 因為我之前已經做好鎖點了 所以非常的簡單 做大概 對個位置 我覺得這個位置差不多 剛好鎖點都有對上 那接下來施工就很簡單 我們就是把它鎖點 找出來 然後鑽孔 鎖螺絲上去固定 就完工了 那接下來要教各位一個 超簡單抓孔位的方式 就是你去五金行 買這種 透明桌墊 那厚度隨意啦 那這樣子也才幾十塊錢而已 那接下來就不需要我解釋了 就是你把 透明桌墊的尺寸 跟這個底板所需的尺寸 裁切出來 以及它 打開 是 我會在旁邊 每天都在尺寸 現在切成 現在長官 我們在這裡 已經在這裡 煮好了 所以 加上水 放入冰糖 放入冰糖 煮沸騰 砂糖 加上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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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分钟 那目前後面進入尾聲原本舊的這個三抽剩下兩抽呢 我就會在底板的部分再幫他做一個推車 那之後有些箱子如果沒有上發財號的話呢 就可以疊在這個抽屜車上面 新款系統工具箱的部分我很喜歡這個地方 因為他就是可以去加一個鎖扣 所以我裝在發財上面的話呢 也不怕有人去撬開我的這個上蓋喔 好當然這個我只是示範了 鎖頭的部分我還沒有購買 最後呢各位可以看到就是非常簡單的就完工了 以後我要出門的話呢 就是預備 放下來 再看呢 今天可能會在什麼樣的東西來挑選我的工具箱大小 假設今天是比較輕便的組合 那我就這樣 扣上去 那這個是重型的 非常的快速呢就可以提供一個整裝出發的狀態 好啦那今天的發財號改裝企劃就到這邊 未來如果說這些系統工具箱呢 我有更好的收納方式 我再改造給各位看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